在紙面上两条垂直的载流长支导线 其电流均为I 方向如图所示 图中四个向线分别为1234 则下列关于各区磁场的叙述哪一项正确 首先我们先来判断电流向右的长支导线 在这四个向线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我们用安培右手定则来判断 将右手的大拇指朝右四根手指旋转 那么转到第一跟第二向线 四根手指会垂直出纸面 会指向垂直出纸面的方向 所以我们用点点来代表这个磁场是垂直出纸面 那么四根手指转到第三跟第四向线 四根手指会指向垂直入纸面 所以它产生的磁场就是垂直入纸面 用打叉来代表垂直入纸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判断 这个电流向下的这个长支导线 在这四个向线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那我们一样用安培右手定则 将右手的大拇指朝下四根手指旋转 那么它转到第二跟第三向线 它的四根手指的指向是垂直入纸面 我们用打叉来代表它产生的磁场是垂直入纸面 那么四根手指转到第一跟第四向线 四根手指的指向是会指向垂直出纸面 因此代表它电流产生的磁场是垂直出纸面 用点点来代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得知 这两条载流长支导线 在第一向线产生的磁场方向都是垂直出纸面 那么在第三向线产生的磁场都是垂直入纸面 因此在第三向线 这个磁场方向都是垂直穿入纸面 诸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画一条通过这两条导线的焦点 且评分这个直角的一条直线 因此在这条鞋子线上的任何一点 它到这两条导线的距离会相等 那么再加上这两条导线的电流也相等 因此这两条导线的电流 在这条斜直线上的产生的磁场的量子会相等 那么第二跟第四向线 因为两个导线的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 那么量子相等 在磁场上量子相等 因此这两个磁场会彼此抵消 因此在第二跟第四向线的这条斜直线上的每一点 它的磁场量子都是零 我们来看B选项 它说仅有向线二具有磁场量子为零的区域 这个是错的 不是只有向线二而已 向线四也有 磁场量子为零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在这条斜直线上都有 所以B选项错误 再看C选项 它说仅有向线三跟向线四 具有磁场量子为零的区域 这个也错 应该是向线二跟向线四才对 所以C选项错误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在第二向线的这条斜直线的 右上区的磁场方向为何 那么这一区的上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到水平导线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到千直导线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因此千直导线的电流 在这一区产生的磁场 是垂直入直面 它会大于另一个相反方向的磁场 因此这两个磁场的向线盒 就是以它为主 就是垂直入直面的方向 再来分析这条斜直线的左下区 这一区的磁场方向为何 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 这上面的任何一点 到水平导线的距离是比较小的 到千直导线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因此水平导线的电流 在这一点产生的磁场 会大于另一个磁场 另一个相反方向的磁场 那么水平导线电流产生的磁场 是垂直出直面的 因此最后的向量盒 就是垂直出直面的方向 我们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来判断 这个第四向线的右上区的磁场方向 因为这一区比较接近这个水平导线 因此它的磁场的向量盒 就是以这个水平导线的电流 产生的磁场方向为最后的方向 那么水平导线的电流 产生的磁场方向为垂直入直面 那这就是它们向量盒的结果的方向 那么这条斜直线的左下区 它的磁场方向为何 那它的这一区比较接近这个磁指导线 因此它的磁场的向量盒 就是以这个磁指导线的电流 产生的磁场方向 那么它产生的磁场方向就是垂直出直面 我们再回头来看A选项 它说除了向线以外 其余均无磁场垂直穿出直面的区域 我们看下图 在第一向线确实磁场是垂直穿出直面 但是除了这一区外 还有第二向线的左下区 以及第四向线的左下区 它的磁场方向也会垂直穿出直面 因此A选项错误 最后我们来看E选项 它说向线式的磁场方向均为垂直穿出直面 好 我们看下图 向线式的话 它的磁场方向有分成三个区域 左下区是垂直穿出直面 右上区是垂直穿入直面 那么在斜直线上的话是磁场为0 所以E选项 它说磁场都是垂直穿出直面 这是错误的